三年时间,八个设置组,没有预设剧情,完全蹲守的拍摄方式 我们用近乎固执的坚守完成了纪录片《人间事》 也用尽量客观的态度架设着医生与病患之间的桥梁 我是《人间事》的导演秦伯 剥去影像的影响,这些故事其实足以震撼人心 今天,我就要用这些故事来震撼这个舞台 各位老师好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现在你说,我们听 五年前,因为调查一个病死猪肉如何流入餐桌 我和摄像曾经深入到一个地下的屠宰场 其实五年已经过去了 但是那个时候惊心动魄的场面,现在似乎还发生在眼前 我们刚进到这个屠宰场里面,没有想到里面养了一只大狼狗 狗见到生人嘛,就开始狂叫 十几个不法的商贩就马上发现我们了 他们就拿着杀猪的刀,还有那个挂猪肉的大铁钩子就向我们冲过来了 那是我人生最疯狂的一次五百米冲刺 那种拼尽全力的冲刺,发自肺腑的那种奔跑,让我知道 这才是逃命的 等我们到了安全的地方,摄像就把他的DV打开 我一看,屠宰场里面非常慌乱的一个画面有 结果呢,别人拿着刀子追我们的画面,他也拍到了 原来呢,其实他是把这个摄像机的DV呢,举过了头顶,然后颠倒了个个 一边跑,逃命,一边拍,后面人家拿着刀追我们 其实大家想想,这个姿势挺可笑的 为什么呢,你在做百米冲刺的时候啊 你这个胳膊膀子是甩不开了 所以呢,他看着就特别的滑稽 但那个时刻,我们都害怕极了 作为名记者,我的这位同事 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因为作为公众利益的守望者 他的摄像机就是他的眼睛 当明晃晃的杀猪刀冲向他的时候 哪一个人不害怕 但是他没有闭眼 四年前,我遇到了一个食品行业的爆料人 提到他呢,我至今都不能说到那起具体的新闻事件 他是一个知名的食品企业 质量监管部门的质检员 他多次在生产线上看到生产部门 把过期的原料放到生产线上直接使用 他就和上级他的主管去说了这件事 他的主管告诉他了四个字 不要生事 他无助级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还是把违规添加的批次和违规添加的时间寄到了自己的小本上 然后给电视台打电话爆料 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和他讲 我说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话 我们经过调查把这件事公开 我们不说你是谁 但是对方可能也猜得到 你做好这个准备了吗 他说实际上见我的头一天晚上 他就睡不着觉了 好不容易睡着 突然做了一个梦 就梦见一帮人跑到他女儿上学的这个学校 把他女儿给绑架了 他一下就吓醒了 他想来想去 犹豫再三 他最后他还是来见我 经过半年多的调查 我们将这起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食品安全事件公布于众了 相关的企业被关停 相关的责任人被涉刑批捕 可是他丢了工作 还收到了电话威胁 我第二次见到他 问他 事情现在搞得这么大 你到底怕不怕 他看着我眼神透露着一种不安 但是说怕 但不后悔 作为一个食品安全的把关人 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他的记录始终是真实的 即便是他的工作都要快保不住了 他无助期了 但是他的笔没有停 三年前 我开始遵守拍摄医疗纪录片人间事 我在上海的瑞金医院遵守拍摄时 遇到一个病人 他是心脏外科的一个患有马凡综合症的病人 这类病人 俗称蜘蛛人 因为他的主动脉随时会扩张 就像这个塑料袋似的 你就一直扯 一直扯 有一天 这个主动脉就特别脆 就裂开了 就会大出血死亡 很多医院不会受这样的病人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医学没有太多的办法 医生管马凡综合症 叫麻烦综合症 可是 瑞金医院心脏外科的这个主任 赵强 他瘦了 他和我说 我能怎么跟他讲 我让他回家等死吗 如果说他的主动脉 有一天不知道哪里就破掉了 那有没有一种办法 把他全身上下的主动脉 我都给他换了 换成人工血管 那是一场16个小时 超大规模的血管大手术 我在手术室 就这样站着看 16个小时 赵强和他的团队 一点一点地把这个人 全身上下的主动脉 全部都换成了人工的血管 这个手术竟然到最后成了 正当我们欢欣鼓舞 准备庆祝的时候 第二天 这个病人 因为术后的并发症 肾衰竭走掉了 过了没多久 瑞金医院又来了一个 麻烦综合症病人 这个时候赵强团队 有了很多不同的意见 很多人在讲 现在还有电视台的记者 在这拍着 如果我们再失败了 那就真的搞砸了 有可能会搭上赵强 自己几十年当医生的声望 赵强会不知道吗 他其实也不是不担心 但是他还是把这个病人收下来 把他的主动脉都换成了人工的血管 他和我说 我这一刀下去 我太知道意味着什么了 可是我还是说不出来 我让他回家等死吗 作为一名医生 赵强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那就是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困难 他总要给病人想办法 即便是冒着 身败名裂的这种风险 但是他的手术刀 没有停下来 今天聊的话题是责任 我们有时候在想 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他应该是什么样的 勇敢 坚定 无所畏惧 在我当记者的这么多年 我遇到的这些人 却都恰恰相反 他们在决定承担责任的那一刻 恐惧不安 惊慌失措 担心忧愁 他们活得远不如别人轻松 甚至可以说很痛苦 所以说责任这个字 没有甜蜜美好的一面 它只有严实一般的冷峻 可即便是这样 这些人 还是战战兢兢地 给自己选上了一条 更加难走的路 一旦走上这条路 除了艰难前行之外 其实有时候 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上面提到那个爆料人 他丢掉了待遇丰厚的工作 现在在上海的一个小区 当物业经理 负责安保工作 就有一天 他在这个监控室看电视 看到一则新闻 电视呢 新闻上讲的是 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正在修订 食品安全的专家说 他爆料的那起食品安全事件 对中国食品安全法的修订 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他一个人在监控室里 眼泪就下来了 赵强还在瑞宾医院做手术 他的微信签名 写的是 每天都要开心 他的开心指的是 打开病人的心脏 也正是因为他的手术 刚才讲的那个 麻烦纵征的病人 最后活下来了 有一天 赵强在瑞金医院做门诊 突然这个病人 就挂了一个 他四五百块钱的专家号 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 然后见到他 就和赵强说 其实今天不是来看病的 就是路过了瑞金医院 突然想起来 今天是他的门诊 就想当面见见他 然后和他说 我最近过得还挺好的 谢谢你 他忙了一上午了 赵强 在那批病例 改病例 然后他听到这个话 突然一小时不知道 则回答 眼泪就下来了 杨吉涛曾经说过 人生需要懂得负责的苦处 才能明白尽责任的乐趣 我想其实只有承担了 责任的重担之后 你才能对这么一句大白话 有着切肤的体会 作为一名记者 我有时候感觉挺幸运的 因为我能看到不同的行业 看到不同的人 在面临人生的光口时 他们进行怎样的选择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做到回避自己 内心没有办法 做到无动于衷 我从那些具有 社会责任感的人身上 能够体会到的 最可贵的一点就是 他们认清了现实的泥印 也体会过了 人心可以释放无限的黑暗 也可以释放无限的光明之后 在经历了挫折 失败 担忧 恐惧之后 他们还是没有 回避掉身上那份 沉甸甸的责任 他们把人生 最开始积攒的那份信仰 揣在心里头 当作最珍贵的宝贝 一路走下去 我是拍电视的 脑子里经常会出现一些画面 我经常浮现的一个画面就是 这群人 是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手取着火把 在走夜路 全身通红 一身炙热 可是依然穿不透 眼前的黑暗 所以只好提心吊胆地 往前走 我和很多人 走在他们的身后 眼前看到的 只有熊熊的烈火 谢谢 喜啊 谢谢 请您好